公元605年的一天 隋朝皇帝隋阳帝阳广 发布了一道不同寻常的诏令 这道诏令使得当时数百万老百姓 别其离子 远离家乡 更加速了一个朝代的灭亡 然而就是这道诏令 却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 金航大运河 金航大运河 南起杭州 北抵北京 贯通了海河 黄河 淮河 长江和前塘江五大水系 是当今世界上历史最悠久 通航里程最长 工程量最大的人工运河 金航大运河失早于公元前486年 公元1293年全线通航 其间共经历过三次大规模的兴修 其工程量之大 持续时间之长 成为了世界人工运河的开凿历史上 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 金航大运河 金航大运河最初行修于春秋末年 公元前494年 吴国国王夫差 率军打败越国军队 夫差在江南没了敌手 便决心北上与齐驳进火 人工程度认识 和人工程度认识 他的军事 考虑的一切 认识 并见识 当今大运河 二十二手 二十二手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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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才刚刚显现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将征资田赴的部分粮食 经水路借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 供工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 这种粮食称草粮 草粮的运输称草运 曹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 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曹运顺则国运昌 国运衰则曹运乱 隋朝以前由于水路运输不发达 陆路运输费时费力 曹粮的运输是摆在历代通知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这个难题在隋阳帝手上得到了彻底解决 隋朝大运河成了南洁渔航 北进京京的南梁北运新河道 保障了曹运的畅通 从唐、宋、元、明、清一路走来的皇朝统治者们 都要凭借这条大运河总览大局驾驭全国 这条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实际上成了维系中国封建社会 中央集权和中国大一统局面的经济与政治纽带 公元1279年 忽必列帅大局灭掉南宋 一统全国 并在今天的北京建都 视为元朝 统治者明白 复数的江南地区是国家的腹地 要想获得政权的长治久安 必须通过大运河掌控这里 然而 此时的隋朝大运河 因年久失修 和沙淤己 已经不能通行 但南梁北运却迫在眉睫 但南梁北运却迫在眉睫 公元1293年 元代大运河全线通行 总长度为1794千米 操船可由杭州直达北京 就这样 这条大运河也就成为了今天金航大运河的前身 由于金航运河经过的地区南北落差有50多米 各段之间的高差悬殿 从元朝开始 运河上相继建了许多船闸 解决了操船通畅的问题 马克思曾盛赞苏伊士运河委 东方伟大的航道 它把地中海和红海连接了起来 贯穿了大西洋与印度洋 是亚洲 欧洲和非洲的交通咽喉 巴拿马运河横穿巴拿马地下 连接了太平洋与大西洋 极大的缩短了美国东西海岸间的航程 被誉为世界桥梁 而金航大运河比苏伊士运河长十倍 比巴拿马运河更要长二十倍 苏伊士运河开早于1869年 巴拿马运河在1914年通航 比金航大运河晚了两千多年 金航大运河的开通 使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 与全国各地的联系 更为直接而紧密 幅元辽阔的元明清三代 正是通过这条运河 牢牢地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和政治命脉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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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喜欢说把鱼抬过来 对此人们的解释 翻是传家最忌讳的字眼 其实并不尽然 不能翻鱼的由来 是过去传家比较清贫 请客吃饭 妇女儿童是不能上桌的 吃饭的人在吃鱼时 只能吃鱼的一面 鱼的另一面要留给家里的妇女儿童吃的 所以客桌上的人吃鱼是不能翻的 千百年来 金航大运河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 已不仅仅是一条河道 它更是一条伴随着中华文明前行 而生生不息的水上大动漫 几度夕阳几度春秋 不尽的岁月逃进了风流 在这个繁华的运河码头 无数船只来了又走 走了又来 无数的人士聚了又散 散了又聚 只有这滔头运河水始终如意 它携带着千年的中华文明记忆 滚滚向前 奔流不息